去年的有一天就感覺身體非常不舒服 就覺得心跳非常的快 當下我就請我先生趕快 載我去醫院掛急診 當護士量到我的心跳170的時候 護士就趕快引導我去急救室 然後要施打一個針劑 當這個針打下去沒多久 我就覺得全身有點癢 他問我說是怎麼樣的癢 我覺得我全身都癢 就講了這句話我完全就沒知覺了 已經休課了 後來我的狀況是危機到 必須要打強心針 然後必須要奠急 當我醒來的時候 我才發現說我身體插著呼吸器 還有鼻胃管跟尿管 然後我就一跟神說 神啊你要幫助我 讓我趕快把這個管子趕快拔掉 讓我也不要去交互病房 我就是不斷迫切地跟神求 當下真的是神真的是有給我很大的平安 神真的是垂聽禱告的神 他讓我在當天的晚上就可以順利地把管 然後順利地自省呼吸 那意思是說那我就這樣子就可以回到普通病房 感謝主 在住院這段期間我除了好好的休息 把身體養好之外 除了禱告也就是禱告這樣子 我心裡感到有很大的平安 經過這次生病之後 我才深刻地去體會 這個平安是從神而來的 大概住院的十天之後 我就可以過正常的生活 後來我才知道 其實我們小組家人 還有我們區域的很多很多人 都為我這件事情在帶導 明珠知道我送急診修課 生命吉祥美的時候 他接受到一個意念是要他跪求 然後在這個跪求的當中 明珠大概跪了一個多小時 神告訴他已經救活了 明珠才起來 然後起來過沒多久 五分鐘之後 我兒子就打電話跟明珠說 我媽已經救活了 她已經有心跳了 大家那麼地迫切地為我的生命 來做這個禱告 其實我很感激他們 其實也感謝神 在這個時候好像也有顯現出 大家互相的那種愛 好像耶穌的愛一樣 如果是我碰到這種事情 在為信主之前 我可能會很埋怨 為什麼事情是發生在我身上 但是信主之後 我覺得神一直在加添我的信心 祂不只是一致的神 而且祂也是一位 可以使我們身心裡 得到改變的一個神 感謝神讓我認識了你 在我未來的人生 我要更多地來親近你 更多地來愛你 把一切的榮耀送贊都歸給你 感謝主 感謝主 為它能幫你